在威海市区附近有一个自己的小院子 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其实这次来威海不光是为了玩 主要也是为了来参观朋友这边的院子 正好学习一下 正好这期视频也给大家做一个小院子装修价格汇总 正好满足一下大家对于农村小院子的向往以及好奇 第一个问题 威海这个附近小院子的位置以及价格 我朋友这个呢是在威海的后花园离口山 距离市区相当近 所以院子的费用就比较贵 一般这边租院的费用四间房都在一万块一年 我说的是没装修 当然离市区越偏越远的位置价格也会越便宜 像我们在荣城那边 这种没有装修的院子一年的费用也就是两三千块左右 同样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车很不方便 离市区远配套不成熟等等等等 第二个问题 房子的内部装修 石兵前的这个院子 房主告诉我装修的费用是花了十多万 包括内部装修以及装饰 还有房屋的翻新以及维修 很多的东西都是他亲自动手改造的 石兵前这个小院子就贵了 听他们讲是花了三十多万 但是装修的确特别漂亮 而且很有味道和格调 这种基本就属于外博公司整体装修 价格就会很贵 其实这还不算最贵的 我还见过他们装修百万的那种 那种其实就是经营类的 跟民宿差不多 价格咱就另当别论了 我也跟另外几个房子的主人聊天 他们说只要你会干能动手 几万块钱装成这样也不是梦 反正就是考验你的动手能力 像我这种手笨脑子更笨的那种人 这活我就干不了 再有就是租房 距离威海比较近的村子 一般他都不会租给你太久 大概也就是十年左右 所以换算下来加上装修 再加上房租 一年的住宿成本可能就要在两万左右 这个就是威海附近拥有一套自己小院子的成本 听完这样的一个成本 你还想拥有一个这样的梦中情愿吗